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68到1933年 在民国元年1912出版的《轻功词》中有史 家人艳献重交房 龙种无端将下方 单产几层封被子 千秋一旦扶文香 扶康安 孝贤皇后包执 复横十子 以公封中瑞家永被子 郑郡王贤 满周宇魏后足为单产严指复横七 《沿袭公略》里的耳情 在入宫探视副横之子孝贤皇后时 于昭房之后非居住的公室 与乾隆私通而怀上扶康安 初见恩重路里的扶康安民国五年 1916的清朝 也使大官也有类似的记载 说乾隆和孝贤皇后闹翻声音 为乾隆和傅横妻子私通 不过扶康安是乾隆私生子的确切说法 要等到燕北老人一回之笔名 于民国八年堪行的满清十三朝 宫为密室才出现 此后金庸的书建恩仇录 1955 即将扶康安描述成乾隆的私生子 历史小说家高阳则居此敷衍出乾隆运势 1978 二月和于1994年到1999年 出版的六卷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 一记录了相关传说 02傅横和魏英洛的暧昧是否可能 沿喜攻略又把公为密闻再发挥一遍 提出傅横和魏洛的原星效仪纯皇后 1727到1775年也有男女关系 于是乾隆和傅横家族的关系变得愈发富 把这一切变成因果报应了 傅横和魏英洛有一段暧昧 差点就把绿帽子套在乾隆的头上 不过后来报应来了 傅横的妻子而情深 把乾隆给命 took 傅横和魏英洛首先是历史上 傅横和魏英洛有无交集是个问题 傅横是孝贤淳皇后的弟弟 傅贤淳皇后生于1712年 傅横的出生时间应该在这之后 一般的说法是1720年左右 乾隆五年是公元1740年 那年担任蓝陵侍卫的傅横也就二十出头 从此展开了他打怪殿疾 翘乾隆墙角 新陈大海的征途 魏英洛的原型笑依淳皇后出生于1727年 按着清顺治朝规定 年满十四岁至十六岁的奇人女子 都必须参加三年一度的被选秀女 乾隆朝有记录的第一次选秀 在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 因此魏英洛极可能是在1741年进宫 其实魏英洛刚好十四岁 三年后再参加选秀就超龄了 如果这样 魏英洛和傅横是有交集的可能 只是留给他们的时间窗 只有大概一年多 乾隆八年傅横已经是户部又是狼 不可能在宫里邂逅对方 但毕竟还是有邂逅彼此的概率 不过即使能邂逅 最多也只能成为灵魂伴侣 古代的处女情节下 乾隆是不会封一个出轨的人为妃的 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 有趣的是历史中 确实有傅横和孝宜淳皇后相见的记载 魏英洛孝宜淳皇后于乾隆二十四年二月 进封魏令贵妃 以及乾隆三十年五月初十进封魏皇贵妃 都是由傅横时节策策封的 难道是乾隆知道他们的暧昧关系 故意了心他们 还是故意了心他们 还是故意了心他们呢 03傅横之妻和乾隆有没有过 傅横的妻子是谁 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 传说傅横的妻子若公探视 傅横之子与乾隆私通而怀上福康安 网上流传的说法是 傅横的妻子是当时满清的第一美人瓜尔家氏 然而根据皇义农先生的考证 傅横的妻子应该来自纳兰或称纳拉家族 是康熙朝权臣纳兰明珠的后代一 纳兰家族利益名人 就是清朝雌人纳兰荣若 这位也是影视剧中常见的爱屁 纳兰荣若手扎销 猛在乾隆十七年1752 成熟的永现录中称傅横是名氏许 此外 钦定大清会典氏利益称傅横之夫人 为纳拉氏及纳兰氏别名 所以傅横的妻子应该明珠家族的人 至于史书对此会莫如神 主要还是明珠后人战错队 支持了八爷 雍正登基后被受打压 即便到了乾隆朝 纳兰家族也翻不过山来 另外剧内庭规矩 妃嫔持有在生产时 其生母才获准入宫相伴 除此之外 家下妇女不许随入 其余外妻一概不许入宫 所以乾隆不可能在傅横的妻子探望 孝贤皇后时相遇和私通 于是蔡东藩在青石演绎 1916终究将故事尝景 改成皇后生日的千休节 但在这些正式场合 男女重刑李乃分两批先后举行 李必急回宫的皇帝 通常并无与命妇见面的机会 既然没有见面的机会自然也就无法私通 同时傅横的妻子 既然不是什么第一美女 即便有见面的机会 乾隆会否看上他也是一个问题 而这种见面的机会 在皇后死亡的乾隆 十三年后就不再存在 另外乾隆 五十五年二月 明珠的一孙承安被格局抄家 如果乾隆和傅横的妻子相互没出过 段不可能对那男家族如此绝情 零四福康安是否乾隆帝的私生子 事实上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弹案馆藏乾隆五十九年 福康安的谢恩者退断 福康安生于乾隆十九年 但孝贤皇后已经在乾隆十三年死亡 要让傅横的妻子在乾隆十九年入宫 给姑去的孝贤皇后过生日 臣妾实在做不到 如若在乾隆十三年之前 傅横的妻子经常有进宫的机会 而没有和乾隆私通 我们实在不能想象 在孝贤皇后死后 乾隆是以什么理由 单独接近傅横的妻子的 没有乾隆十九两人偶遇的可能 那么福康安也就不应该是乾隆的私生子 历史的真相是 乾隆和傅横之间 其实并没有电视剧里那么狗血 谢恩者参考资料 一 邓庆 清书马奇 马武 傅横与孝贤皇后关系靠遍 G 社会科学集刊 19971 107-108.2 两省 福康安是不是乾隆私生子 G 金色年华 20117 54-54.3 黄毅农 从纳兰是四姊妹的 婚姻西探红楼梦的本事 G 青史研究 20124 1-14.4 黄毅农 实时与传说的奋纪 福康安与乾隆帝关系 揭秘 G 汉学研究 2013 311 1-23-160.5 林朔被埋没的一姓郎 福康安的绅士 G 文史知识 20177 6265 历史研习社出品 未经授权尽职状态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